欢迎回到9月2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自从特朗普总统宣布 因为中国70周年国庆 推迟对华加征关税以来 中国随即以购买大豆猪肉 等美国农产品进行回报 不少迹象显示 美中贸易谈判有可能出现新的转机 有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近期放软身段 显示中共高层在贸易战策略上 存在重大的分歧 具体来说就是以王沪宁为首的 强硬地狮派 和以李克强 刘鹤为代表的 务实派之间的不同的看法 那么美中双方最近互施善意 能否推动贸易协议的达成 中国未来在贸易谈判中 做出多少让步 是否取决于强硬派和务实派 谁更占上风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 那么首先我想请鲁难先生 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们知道中国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经济数据显示 经济下行的这个风险增大 那么分析人士呢 因此认为 也就是说这迫使中共高层的 重新考虑这个对美的策略 也给所谓这个务实派 更多的话语权 这就是最近中方向美方 释放了一些善意的这个原因 我想听听您是不是认同这种分析 而我觉得这是对的 因为我们从数据上来看 就是2017年的时候 就是中国进口大豆是9,350万吨 然后按照正常的速度 在2018年 它应该是接近或者超过一亿吨大豆的 这么一个进口的量 那么大豆对于中国的民生生活 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原材料 因为它不仅可以加工成石油 而且可以加工成豆脖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可以去饰养很多的这个 动物蛋白 比方说牛猪羊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边 因为打了贸易战之后 中方把大豆作为一种武器 不进口美国的大豆 转向其他国家 比方说巴西、阿根廷 但是这些国家自己产量 是非常的有限 最大产量的巴西 也不过就是2000万吨左右 其他的大概很难满足到 中国的这种需求 那么再加上这个猪瘟 非洲猪瘟的影响 导致中国的现在猪瘟的价格 今天早上的这个 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 猪肉已经涨到了30多块钱一斤 那么在珠海、在广东 这一带情况 那么排骨就更高 那么猪肉对于大众生活 是非常大的影响 这显示在中美贸易战 打到目前这个情况下边 对中国的经济已经是重创 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地步 那么导致民众生活 继续下降了以后 唯一能够聊 然后为这个染霉之急的 也就是美国 因为美国的大豆产量 和它的猪肉的这个产量 以及质量 都是世界上最好的 那么只有美国才能够解决 中国目前面临的严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边 中国放下身段 然后来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为了认怂 而是为了解决它国内迫切的 这种各方面的政治压力 避免造成一些社会动乱形成的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 才有可能这样做 而跟这些派系是没有关系的 我一向的观点就是认为 这个习近平用前所未有的手段 把大权独揽以后 所有的舆论都定义一尊 所有的决策都有它一个人抓出来 那么李克强 刘鹤 他们都不是最后的决策者 都有可能随时被淘汰 被封闭 谢谢 好的 很有意思 我们知道就是 刚才应对这个鲁南先生的观点 我们知道这个北美世界日报 它在一个社论里面 把王沪宁列为所谓这个地师派 也就是强硬派的领军人物 而把李克强 汪洋 还有刘鹤这些人 列为所谓务实派的代表 我想陈伯宫先生 以您对中国政治的观察 您是不是认同鲁南先生的看法 就是说根本就不存在这个派系 而是习近平定义一尊 还是说您更认同 像世界日报那种社论的那种分析 当然有两种派系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察 不管在中美贸易问题上 在香港问题上 在很多问题上 实际上上层隐约的 都有两条路线 两个派系 只是说中共这个是黑幕政治 台下政治 台底交易 幕后政治 外表是看不出来 其实他们内部的分析 他们内部的斗争 远比外界想象的大 你看毛泽东那个时代 毛泽东所谓打江山的人 帝王之之 内部都存在那么严重的分析 一直到最后的十年 文革的时候 他才基本上能够是 所谓一言九鼎大权在握 一直到死 而到死的时候 他又说要在血雨新风中交班 又说明党内的各个派斗争又起 更不用说习近平时代 所以在这个外交问题上 说王沪宁这个是帝斯派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有思想脉络和他的宣传痕迹可循 王沪宁最早他学的都是 他基本上谈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那一套 文革的时候他父亲把他们三兄弟 关在家里 就手抄马列著作 抄毛泽东选机 因此王沪宁是俗读马列 而且他最年轻时候写的一个成名作 这个也都是新权威主义 突然他没有叫了个名称 他说人家问他为什么不叫新权威主义 他说是因为共产党只接收马列主义 所以说他实际上是毕生所追求的 新权威主义 跟今天习近平时代的契合 跟国际时代的也是格格不入 另外他在短期到访过美国90年代 他当时看到美国大选之后仓皇而逃 待了几个月他就认为美国不好 因为老布什跟杜卡斯基的竞选 有人身攻击 他就认为民主政治没有提升人格 而专制政治未必不好 而且甚至当时错误的预测 日本会超越美国 因为日本的集体主义能超越美国的个人主义 再加上王沪宁主管意识形态之后 这种极左路线的宣传 都可以看到王沪宁的思想脉络 和他整个的人生轨迹 还有他这个根本不去地方上视察考察 都身居身躬 这个不出 有可能患了这个环境避锁症 或者某种强迫症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王沪宁作为一个第四派 这个是完全是逻辑上和行为上都是成立的 那么这个在其他来说 像刘鹤来说 我们看到他显示了灵活的身段 而刘鹤的父亲在文革跳楼自杀 被迫害致死 那么曾经是一个副部级的官员 那么另外 这个李克强和汪洋 作为团派的开明人物 在他们整个政治轨迹中 也可以看出他们的开明的程度 包括汪洋主政崇敬 主政广东所表现的开明 还有李克强2007年 对这个美国大使的谈话 危机解密的泄露 都可以看出是倾向于改革和改革开放的 在经济上也主张是以市场化 来解决问题 而不是像王沪宁一样 以党领导一切来解决问题 所以这个两个派系的存在 是实实在在的 我认为现在形势有所缓和 也是因为习近平王沪宁 这一派的左倾路线 在中美问题 香港问题都碰到壁之后 不得不做出了一个后退 或者缓和 或者妥协 好的 听听吴翔先生的看法 我的看法跟前两位都有所不同 换句话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个路线上的差异 但是派系上确实不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党内现在没有一个人敢说加入 或者说组织一个派系 或者当某一个派系的头 王沪宁不敢 李克强 刘鹤等等也都不敢 但是就像我当时所说的 党内有所谓投降派 在过去贸易战以来逐渐形成 这种态度上的政策上的差异 或者说党内叫做路线上的差异 是越来越明显 这个从六年前 从一开始 这就是一种角色方式 习自己 我很早在他上台之前 我就分析过他的政治性格 他是蛮有一个原则性的 他实际上是在王沪林和刘鹤之间 以及在其他的类似的这种 差异性的路线选择之间 他是做一个摇摆 根据他的喜好 根据最新听到的是谁 他耳朵软 然后就选择谁 或者根据他最初的 这个不忘初心的这么一个 新贸主义的这个所谓原则 他会倾向于王沪林 但是遇到问题 遇到坚持向贸易战进行 遇到实际的困难的时候 特别是 哪怕是王沪林 他所控制的宣传体系 能够制造一个舆论 但是也有其他部门 包括宣传部门 自己的一个舆情收集机制 又能把很多社会媒体 社交媒体上的不同的声音 汇集收集上去 又形成一种牵制的公众舆论 这种机制是存在的 然后在这种声音逐渐增大之后 他又会摆向 实用派的官僚的意见这一边 所以他我们在过去六年 我实际上六年前就已经预测 他会反复地以冲突性的政策出台 会反复地是在两种不同原则之间的政策选择之间 做出一个钟摆式的一种变化 这种路线的差异始终是存在 但不等于派系上的存在 所以决定于未来它的路线 以及决定于比如说任何问题上 其实是决定于这些国际社会的 什么样的声音和反弹 以及决定于国内的社交媒体上 一个不同的声音 怎么样能够跟官方媒体所控制的舆论 形成一种平衡 这种声音怎么样进行发酵 这是最有意思的 那贸易战实际上提供这么一个窗口 好的 挺有意思 那么我想再听听鲁蛋先生的分析 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些观察人士认为 就是中国未来在美中贸易谈判里面 做到多少让步呢 取决于在10月的中共四中全会上 各方观点就是谁的主张更占上风 你觉得会不会存在一个强硬派和务实派的 或者是不同路线 或者不同派别的不同主张的博弈 您的看法是什么 我不同意中共内部有明显的派系 因为这个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就是习近平他是对身旁的人 就高度的警觉 只要你有胆感 有一点不忠心的这么一个情况的话 那么立马会就拿你去试问 就像过去所谓的忠诚不绝对 就是绝对不忠诚 这么一种非常奴性的口号 喊出来的时候 就代表了中共内部的 一种体制上的一种情绪 当然私下来的不满 那是普遍存在的 这个习近平自己本身也知道 所有人也都知道 他们大家在私底下对习近平的不满 包括社会上的各种不满 那是成了一种火山要爆发的时候 只是不知道在哪一个时间点来爆发而已 所以在世中全会上面 公开的场面上 是不会有任何不同的派系 和不同的观点就会抛出来的 不会有人敢比总书记 或者习主席更高明 如果有这样的人的话 下场一定不会很好 谢谢 好的 陈伯工先生 鲁兰先生和吴潜先生都讲的有道理 不过最近显示的一些迹象 证明所谓忠诚不绝对 绝对不忠诚已经是前两年的事情了 习近平现在已经不及高度了 我们看到前重庆市长 现任的人大常委会的财经委员会的 副主任委员黄岐帆 公开的表达了在香港问题上的不同姿态 他说香港保持一国两制 不仅有利于香港 有利于中国内地的发展 中国内地不管怎么发展 不会是资本主义制度 但香港是完善的资本主义制度 他还说不要用小人之心 多君子之福 以为什么看GDP来说话 以为上海 深圳 广州 GDP超出香港 以为能够超出香港地位 他还举了具体数字 外资不能代替 贸易不能代替等等 然后跟前段时间 习近平公开提出扶持 深圳为社会主义示范区 取代香港这个想法完全不同 当然他也提到了习近平 说包括习近平在内 都不会同意取消一国两制 我认为黄岐帆的讲话 是一个风向 另外代表了党内不同的声音 另外胡锡进 《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 最近突然这两天 突然非常大胆 有两次犯上的言论 一个他说阅兵之前搞的安检的过多 他没有必要 他说浪费社会资源 他应该把社会资源 放在那些安抚源头上的不满情绪 也就是说不是要强维稳 硬维稳 而是软维稳 另外他还说说明社会矛盾太多 仇恨社会的人太多 但是他说的仇恨社会是仇恨政权 实际上他说了这个言论 另外他又抱怨说 现在翻墙栏到了十一 他提点意见 希望被倾听 这个微博发了之后 就两小时他自己取消了 是信息快散 这个都知道胡锡进是一个 说是叼盘侠 是看风向说话的人 他知道风从左边来是右边来 胡锡进前两年不敢说这个话 但现在他敢说这个话 是直接站上 按照前两年是妄议中央 那时候受了查处 亲自受了查处 重则投进秦城大牢 那他敢说 证明他已经看到了 高层有不同的风向 他认为习近平的权势在衰落 权位在下降 那么四中全会有一个博弈 那么在这个未来 也看到了各种的风向 或者有人给他放风 所以他敢说这个话 就证明了形势在变化 好的 吴湘先生 首先请您简短地回应一下 陈彭先生的看法 另外我想请您谈一谈 因为时间不多了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 就是美中十一月的 这个副部长级贸易谈判 领先人物是被视为 这个刘鹤心腹的 这个财政部副部长廖明 那么这次由廖明 而不是由过去去了 好几次的王寿文来率领 这个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这个廖明 被视为刘鹤的心腹 也想听听您的观察 我其实对财政部 这些官员并不熟悉 但是我相信他是 是跟刘鹤的思想很多 是有这个一致性 是代表着刘鹤去参加谈判 代表着国内的技术派 实用主义的官僚们去谈判 是准备去达成某一种阶段性的协议的 就像美方的话语 叫做有限协议 是准备达成协议的 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迹象 就是各方面都在缓和的一个成果 另外一方面刚才陈破冲谈到的 比如黄岐帆的讲话 胡锡进的一些比较夸张的言论 这确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一个党内的一个投降派 务实派的声音 在利用社交平台 利用在地方做讲座的机会 其实都在越来越大胆地 讲出不同的声音 这个实际上是中国 恰恰是中国政治 在过去一年以来最重要的一个政治生态的变化 这种生态变化就形成一个很重要的 对于王沪林这样子的强硬派 或者说他不叫第四派 是一个强硬的这种极左的宣传的 这种官员的这种立场 形成一个重要的牵制 这个牵制是在我看来 某种程度上是出于这些实务派 在中国的这些整个中高层官僚的一种 自保性的一种反应 而且他们还是在捍卫邓小平以来的 改革开放的思想和路线 在做最后的抵抗 这种抵抗力量其实还是相当的庞大 就像过去一两年 我们知道太子党内也有一些 相当多的自由派的太子党 红尔代也在做类似的抵抗 当然他们的很多下场并不是太好 但是不管怎么说 我们发现在中高层官僚内部 这些的声音 他们是有足够的勇气来发表出不一样的 这个是最值得观察的 对胡锡进我一直在观察 我买苏醒的 当年高考我差点成为他的校友 而不是成为鲁师兄的校友 所以我一直很了解他们的状况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的评论 最后我想以一位网友的评论来 结束这部分讨论 一位叫习明泽的网友 他说中国政治局里不存在地狮派 他说习近平19大之后 就把所有重要职务全部包揽过来 一共16个领导小组 自己担任小组长13个 还要要求20多个政治局常委 包括王沪宁 每月给他写个人工作报告 由他来总结本月的工作表现 就像小学班主任一样 把所有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上 他说王沪宁只是类似当年林彪一样 负责吹嘘拍马的角色 今天中共在香港上出问题 在美中观疫上出问题 在物价上出问题 只能是习近平一个人的责任 好 因为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焦点对话节目 就进行到这里 感谢我们的三位嘉宾 陈破空先生 吴强先生 和鲁难先生的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观看焦点对话 另外我要提醒您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会在星期六和星期天 连续播出香港特别节目 欢迎您收看 我是宁昕 祝您晚安 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